字幕視職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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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那裡的負責人 所以就叫他大和尚 當他有一天不做了 不做了 不做的時候 他叫做退居和尚 或者我們俗稱叫做老和尚 所以老和尚不一定是年紀大的 先搞清楚 不是一定是年紀大 就叫老和尚的 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年紀 不是年紀的問題 是因為他曾經做過重臨的方丈 以前的重臨 有一個規則 是六年一任 六年 很溜溜的 為什麼是六年呢 為什麼不是五年十年這樣計算呢 通常他是六年 現代化就改了 很多時候會改成五年 因為方便計算 但是以以前來說 重臨是六年制 六年一個任期 有些人任期 到了他不做 不做了 所以他就退居 退席了 退席的時候 就可以叫他做老和尚 所以有時候看他 可能他很年輕 做了主持 40歲做了方丈 但是他只做了一屆 就不做了 理論上 他也是叫老和尚的 不是喔 他四十幾歲 這不是以年紀 當然 因為一個重臨來說 他的人數是很多的 重臨就是一個大的寺院 有規模的寺院 有過千人 你想一下 一間過千人 你就當他一間公司 你從最低的小三微 開始一直排上去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到主持 其實你要很難 你才可以做到主持 所以他那個數量 是很低的 就是那個 晉升的位置很低 所以他那個任期 有時候就是 你不要想著他做主持 做主持 就有機會可以做足一輩子 但是做方丈 未必會 因為為什麼呢 重臨是選舉制度的 以前 那麼人多的時候 你要選舉 不一定選中你的 因為人多 變數多 因為你一人一票 這樣去選的時候 那所以呢 有些呢 還有人多 也都煩的東西 也都多 所以以前很多人 做一屆 或者兩屆 做兩屆已經十二年 有些人真的 哇很辛苦 我們這些遊魂慣的 我們都喜歡 喜歡四方周遊的 都不喜歡管事的 哇 無緣無故做了這個位 煩到他什麼 頭都爆霉 天天拔著他 那他就不做了 那所以 不要以為 那些主持一定是做到 哇 做到死那天 有時候呢 又是 有時候又反過來 他熬了很多年了 終於做到他 排隊 排到他 排到他 他已經七六八十了 可能做一屆 他都已經 沒有氣力再做下去了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是做一屆 兩屆 很少說做幾屆 因為那個時間的 因為很少說 年輕人會可以做方丈 的嘛 很難的 在松林裡面 剛才說的 你成千人 你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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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受戒 你想想你要 爬到幾多歲 還有 一間寺院 有成千人 在這裡跟你競爭 不要說一千人 減一半 減一半 也有幾百人 有 potential的 那所以 一直這樣排上去 其實很難排上去 那所以那個競爭 是很大的 那 那 一會再說 那 那些師父 很多稱呼的 一般講佛經那些叫做法師 講戒律那些叫做律師 或者叫做戒師 西藏那些就叫做Lama Lama Lama Lama當中有很多層級的 那些轉世的就叫做寧波車 那些佛學了得的 就叫做堪布 或者叫做格西 即是佛學博士這樣的意思 另外有一些 或者叫上司 都可以 另外有一些 是有身份的 有政教地位的 就可以叫做法王 所以法王 不要亂叫 現在個個都叫自己做法王 告訴你不是 法王是很清楚的 以前是經過拆封的 才是法王 不可以 不可以隨意叫法王 其實 未德為德 未正為正 都是犯戒 這些 不過現在到處都說自己是法王 你看看打開本雜誌 都說自己是法王 哪裏有這麼多法王 你問問他有沒有金印呢 有沒有那個銀印呢 有朝廷有給他的 你問他現在沒有 那你就說回 你對上那幾世有沒有 那你對上那幾世有 你叫自己做法王 那你也有個歷史原籠 你沒有的 那你就自行拆封了 那些叫做 那些就不行了 那另外呢 好了 接著再講到下去了 常識是致丸 致丸有很多稱呼的 要搞清楚了 那些致丸 那 精射、難約 和靜室呢 其實就是指那些很細間 只有兩三個人那些 簡單來說 那業權是他自己的 是我買的 我買了這個單位 我在門口掛過牌 叫什麼什麼精射 什麼靜室 因為那個業權是你的 所以將來那個繼承 是由你去決定的 我不是交給自己的徒弟 交給親戚 之類之類 所以我們統稱這些小的 我講中國 你來了中國 不要用印度的標準 而來中國之後 我們就出現這些 世間的 幾個人那些 業權是屬於自己 不是屬於公眾的 那個呢 就叫做精射、難約、靜室 另外有時候也會 一些大一點的 那些呢 我們就叫它做子 叫它軟 有分的 子 就是有僧人住的地方 就是子 在一個建築上 如果它有 因為有很多個建築 有大殿 有齋堂 有什麼 中樓、古樓 有僧寮 很多地方 後來它在外面 建了一個回廊 圍起了 不明白的 你就走去智連靜院走一次 由智連靜院走進去 它旁邊有個回廊 就是說下雨 下雨的時候 你在回廊那邊圍著外圍 走過去 是不會凸雨的 它就建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將這些散修修的建築物 圍起了它 有這個回廊的建築 才叫做圍 沒有這個圍的 不能夠叫做圍 只能夠叫做子 所以它可以很想 可能那間子有很多 有四、五棟建築物 就有四、五棟東西 但是它原來沒有一個外牆 圍起它 沒有一個回廊 所以古時不能夠叫做圍 所以字還字 圍還圍 不過後來 字圍就成為了 供佛和僧人居住的一個總稱 所以現在都不會這樣分 總而言之 你叫字圍大家就明白了 屈的意思就是 只在山洞裡面刮了一個洞 它就在裡面修行 在裡面居住 那些就叫屈 或者叫佛 岩 在石洞下面自然的 分別是什麼呢 屈呢 通常是人工的 本來這個是一個山 現在我在這裡開個洞 然後向裡面掘 然後裡面就用來做這個寺院 修行等等的地方 那個叫屈 岩的意思就是它是天然的 剛剛這裡有塊石 下面有一個洞 形成了像山洞一樣 那個叫做岩 所以屈和岩是有分別的 我們不會叫敦煌那些叫做岩 因為那個是人工開作的 好了 再進一步 樓 樓當然是人工的 建出來的 角 塔 這些是人圍建出來的 塔就是以前師傅那些墓地來的 即是他的圍骨就放在塔裡面 後來放下放下 就放下放下 放下放下其他東西 放下那些那個 放下那些佛經 寶物 佛像 這樣 好了 那跟著呢 又因應他的用途 那些名稱也會有分別的 上面那些就是講他的建築 譬如鎮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知道 女眾住的地方叫做鎮 有特定功能的地方 就叫做堂 所以吃飯的地方叫齋堂 它的功能就是用來吃飯的 這個地方是專門用來講佛經 聽佛經的 那叫做講堂 這個地方是專門用來舉行全界儀式的 那叫做戒堂 或者法堂 殿就不同了 殿就是供奉佛的地方 所以供觀音的叫做觀音電 那你叫做觀音堂 可以嗎 都可以 但是堂通常是一個功能 它是有用的 但是電通常就是很清晰 我們不會叫做齋電的 反過來 你可以反過來叫做齋堂 比如說觀音堂 我們可以反過來叫做觀音堂 佛堂 可以這樣稱 它的用途拜佛 但是我們不會反過來 我們不會叫做齋電 不會叫做戒電 不會叫做早電 不會叫做早電 因為電是用來 是專貴的地方 所以是用來供奉佛菩薩的空間 我們叫做電 國 通常是指小一點的地方 殺 其實也是佛子 另外一個稱呼 因為是梵文 好了 接著再分 這個是供奉佣的 這個就是它的聖質 它純粹只是拜佛的 就叫佛子 如果它是講佛經的 或者它是傳揚佛法的 那它有機會叫做教子 但是現在很少見這個字眼 在中國 有都是歷史剩下來的 反而你要去日本才會 有機會見到教子 講子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講佛經的 那個地方 我定時定後就會有師傅講經的 那那個就叫做講子 蟬子就是這個地方 是以參蟬為主 打坐為主 這就叫蟬子 靜園 你看清楚 這個靜字是三點水的 因為這個靜是指淨土的意思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以念佛為主 智連靜園 就是念佛為主 所以它就叫做靜園 道場 道場 以前的寺園也可以叫做道場 一樣可以 因為宏洋修道的地方 宏洋佛法的地方 講道的地方 都叫道場 液場就很清楚了 主力是翻譯佛經的地方 壇場 主力是做法事的地方 例如灌頂 或者是超道的法事 那些就叫做壇場 因為它有一個特定的佈局 這個佈置 是特定的 所以這個叫做壇場 好了 大的就叫做叢林 閒閒地有一千幾百人 裡面有很多的即使有功能 的 禅宗 裡面有很多就是 大家都是小小間 好像上面那些精舍一樣 但是 因為很多間圍埋一起 慢慢形成一個叫叢林 它又不是叢林 叢林就是一個很大規模的 一個 寺院管理群 而 閒林呢 很多時候就是 它是有一幫人 都是信佛的人 大家互相在這個地方聚集生活 但是你那間 每個那間的精舍 各有各的 每間都是兩三個人 你又不管得我 我又不管得你 那那個呢 就叫做 閒林 比如你現在上昂平 上去鹿湖 有很多間世間的精舍 其實它不是叢林 它是一個 禅林 大家都信佛 都是拜佛 不過我各有各的 我還我 你還你 我們互相照應 但是互不從屬 那這個呢 就叫做 禅林 顧名思義這個地方是弘洋佛法的 不過這群人的組成都是一群居士 沒有出家的 當然他們都一樣可以弘洋佛法 另外還有就是學會 學會就是現代的 我們做個會 我們專門研究 學會當時很多時候 學會就是 它沒有 它只是有一個空間 但是它裡面並不是有一個 僧人在這裡居住 24小時在這裡管理這個地方 打理這個地方的一個狀態 它只不過是一個學會 即是好像上班那樣 日頭有人 晚上沒有人 它有人的時候就是做弘洋佛法的事情 其實學會就很多時候就是這一類形式 沒有過夜的 好了 上次就講到這裡的 接著我們從溫所解釋之後 接著就講我們有中派 那中國佛教其實有主力有八大中派 不止 但是主要是這八個 八個當中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大派 兩個系統 第一個就是行門 行門 行門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是以修行為主 即是以實際 修行就是做的 不是說的 所以 禪宗你聽過的名字是打座 打座你不要跟我說禪 不要跟我說禪話 不要跟我說什麼禪宗公案 這些全部不說 我們只做一件事 坐 打座 其實禪宗是不說的 不談禪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禪宗是不談禪的 那你說不是的 有本書的 禪宗公案 那些是你坐禪 麻煩你直接在這裡坐 不要說那麼多 你坐吧 你不坐回一頭半個月 不會有效果 沒有基本效果 你沒有三五七年 不要說開誤這些問題 為什麼 因為禪宗最重要不是要你思想 禪宗是要你放下 而那些公案只不過是讓你 由 執著 去到放下的過程裡面 的一個徹點 他借這件事幫你徹底放下 你還執著其中一個口頭禪 所以其實禪宗不參公案 所謂參公案就是他打座裡面 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問到自己一個極端的狀態之下 跟著問師傅 師傅來看你了 喂怎麼樣 坐成怎麼樣 那跟著問你問題 就透過你的對答來去了解 究竟你明不明白 你能不能夠達到 明不明白的意思不是罰你明不明白 是能不能夠到達那個境界 就是一個絕對放下的空的境界 所以禪宗的公案 你探討它的話 你就跟禪的修行越來越遠 因為它本質不是外利的 它不是一個佛理的探討 所以禪宗說的禪字就說明給你聽 不要說那麼多話 麻煩你坐 你每天坐多少個小時 它不是說多少個小時 你每天坐多少枝香 拿枝香出來 點 叮 好了入定 繞著腳 你就坐在一個位置 坐到那枝香燒完了 有個人又會告訴你 又叮 出定 你每天坐多少枝香 那麼我們現代人 城市人 你能夠坐十分鐘 十五分鐘 甚至坐到半個小時 已經很了不起了 如果你是一個香港人的話 你是別的人又不敢說 你香港人這麼緊張的環境 你能夠坐下來去打坐 其實就是給你沉澱 給你過濾 將那些情緒 脾氣 首先放下 由這些放下 慢慢才講到你心性的放下 你想想 如果你沒有一個長時間打坐的訓練 哪有用 當你坐到幾年了 大部分那些無謂的東西 你都能夠放得下 那還差點東西 就差點話頭 就給你一個公案 你只想著那個問題 想完那個問題之後 師父來問你 幫你 拿一支棍子在你身上 或者不知道怎樣 令到你 將最後那個 卡住的問題都打碎了 原來所謂放下就是這樣 所謂開悟 所以 少一點時間都不行 你一定要從實踐去做 好了 淨土 淨土就是最簡單的 念經 不 念佛 南無阿尼陀佛 甚至南無都不要 阿彌陀佛 拿著佛珠出來念 南無阿尼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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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管了 念吧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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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唸到一段時間慢慢就會理解 行緩的意思就是從實踐中去理解它 不是從道理去理解它 你從做 透過做你慢慢 等於你去做煮食 任何教煮食的都是叫你洗碗 跟著叫你去洗菜 跟著叫你切菜都是做些下難事先的 就是透過在這些斬瓜切菜裏面 你天天做你不要管 我們在家裡自己切 切個蘿蔔在那裏批幾個字都批不完 你看看它們 你看著電視 為什麼它快?因為它做 它就是透過做而令它能夠 即是在實踐中學習 由粗而細 由慢而快 慢慢 它就會成為 越來越精細 慢工就會出世 你說不行的 我昨晚只看完頂爺廚房之後 我今晚打算自己做 你做幾天你都做不到它 人家在說幾十年的功力 三分鐘就已經切了所有東西 你切了三個小時你都未切完 為什麼?就是因為它告訴你 效果就是從實踐中出發 所以淨土中就告訴你 你不懂理論 不懂佛經不要緊的 你從做開始 你從做裡面去學習 那怎麼處理呢? 唸吧 唸多少 不要管它多少 拿個佛珠出來 拿個計數器出來計 那就給你一個目標 你說如果你沒有目標的話 你就會懶的 好了 每天你要念五千 那你就念 每個月埋單計數 我一天念五千 一個月有多少? 十天就五萬了 一個月就念了十五萬 那你就會透過十五萬 慢慢去累積 慢慢去感受 究竟阿彌陀佛是什麼呢? 究竟為什麼我們要念阿彌陀佛呢? 阿彌陀佛的德性是什麼呢? 為什麼它要救我們呢? 你就在念的過程裡面慢慢去理解它 時不中就什麼東西都不要理 你不要念 不要想 什麼東西都放下它 不是呀 今天又有很多問題 又有幾百人染病了 不要理它 你坐吧 因為它染病不染病 與你無關 你都改變不了的 所以你不要理會外面的東西 你坐吧 你只顧著你自己的心 外面有很多紛爭 不要理會 那些與你無關 你只想你自己 你就在那裡閃 注意你的呼吸 注意你的念頭 就叫你放下 淨土宗就是叫你念 那它那邊就全部做了 你唸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 你唸了一萬五千句就有一萬五千句的功德 你唸了十五萬就有十五萬的功德 物宗一樣 就跟你說多少壇 修法 第一 跟你說唸多少咒 閒閒地 每個咒 都是三十萬起的了 有多沒有少 那你就天天都要坐進去 列一壇的意思是什麼 總之你個人 要放下所有的工作 現在你就坐進來 對著這個壇 從第一下敲個鐘 丁開始搞 又點香又禮拜又念經 又打手印 做一大輪事 完結了 到丁 這樣就叫做壇 那你就去修 沒關係 給你多少壇 那就跟你量化 你修一個法 正式來說 你應該要修二十一日 每天要三壇 那就是說 你應該要修六十三壇 在六十三壇里面 你应该要念到多少万个咒语 就是有两条数你要计算 要捉六十三壇 这六十三壇里面 你也必须要捉多少万 那你就要跑数 所以物宗又为什么 又是要实践 就是 我入一个壇 要两个钟头 举例 你这两个钟头就无法放下 其他都可能会做不到 你只能原本在你面前の房子里面的工具 你就可以全完成 然后旁边就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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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你要念的数量 好了 你也完成了 好了 完成了六十三壇 完成了三十万了 那你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法 你就有这个完整的功德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有一个固定的数量 就使从你 你和佛菩薩保持了一個最低限度的互動 如果你任由自己的話 你有時間就做多一點 沒有時間就今天不做明天做 那你和菩薩之間的那個就很斷續 所以他為什麼這麼重視 你一定要規定你在那21天裡面要完成它呢 就是在這個指定的時間 你放下所有東西 逼你一定要透過實踐來和佛菩薩有互動 第一天你還是猛下猛下 做多三天之後 開始你熟習一些運作已經熟習了 之後你就會在每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現在就準備要供佛了 現在做這個過程 現在就做什麼呢 就和佛菩薩有什麼關係了 那你就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晰 於是就透過實踐 這樣你就和佛菩薩之間 就原來在溝通 這樣來帶動了你自己的修行 我們沒有能力嘛 但是佛菩薩有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蜜壇的互動 就和佛菩薩扯上一個關係 由佛菩薩幫助我們 引導我們能夠有一個好的修行 所以為什麼蜜中快的原因也是這樣 蜜中快不是因為你收得好 是因為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打通了和佛菩薩的電話 他來伸手扶了你一把 所以令到你快速成就 好了 律 律都是實踐的 說戒律了 喂 受了一些戒給你 你要做才行的 受完戒就沒有了一件事的 撒盜淫妄走 剛才說 你是真的要在日常生活裡面 咦 這隻蜜蜜在我面前走過 我踩不踩它 那你要掙扎了 阿彌陀佛我們受了不應該的 那你就不殺 那你就守了戒 不是呀 害蟲來的 那你就看你自己的狀態 好了 上面那四個就說 一定要由實踐而去領悟 去得到那個功行的 那這個就叫做行門 下面那些叫做理門 理門 道理的理 這些是全部跟你講道理的 去解釋那個道理給你聽 佛理是什麼 所以它是 因為你說道理 你就要去理解它 所以也叫做解釋 從理解那裡去進 那又包括了 由印度傳進來的忠觀 由 印度傳進來的遺識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佛學系統 大乘佛教裡面 兩個很重要的系統 就是忠觀和遺識 忠觀就是告訴你 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那由忠觀這個理論 就引伸了出來 我們中國有一個叫三論宗 三論宗 三論宗最有名的就是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師傅 就叫做曾兆 曾兆 那他就寫 就是三論宗裡面的重要祖師 另外一個遺識 就是說所有東西都是我們的心 遺的就是只有 識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內心 如果是中文 中文就是指我們內心的思考 不是心臟 是我們的思維的模式 裡面才是我們所有煩惱的根源 其實是我們的心 造成煩惱的根源 哎呀我看到這件東西很漂亮啊 我想買啊 但是你還沒買到嘛 那你的心就哆哆了 哆哆了幾個星期了 哎呀他又貴啦又什麼啦 又不要什麼啦 那你這幾個星期在哆哆的 天日思夜想 這個心情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你的心的問題 不是那件東西的問題 是你自己的心的問題 那遺識最重要的是誰呢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元莊大師 元莊大師就把印度的遺識學 帶進來中國 不過來到中文 我們在中國來說 我們就叫做法相中 中觀我們叫做三論中 另外還有兩個 印度都沒有的 就是天台和花炎 天台中和花炎中這兩派 將印度帶進來的佛理 經過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理解 而去建立了兩個新的中派 是印度都沒有的 是完完全全由中國自己自創的 一個天台 天台中就因為他當時 他們的祖師 這個惠文禪師 就進入了浙江的天台山 所以這個中派就叫做天台中 成為了這個中派 那個起源和發揚的基地 所以叫做天台中 花炎中他就根據花炎經 根據花炎經 所以就展開了一套理論 中土之後開顯了中國的禪宗 所以他就將他自己的衣缽 傳給他的徒弟 神光慧河 那他就是禪宗的第二代祖師 一直傳到我們熟悉的六祖大師 第六祖 第六祖之後他又再傳給幾個徒弟 所以就成為了這個就叫傳法 我要收很多個徒弟 但是他真正能夠繼承我 將來我不在的時候 他就成為了我們這個中派裡面的宗師 扶起弘洋這個宗派的責任 這個就叫傳法 傳法就要有一件事就叫授記 授予他一個的紀錄 授記 給他一個憑證 你怎麼證明 你怎麼證明 這個證明就是 中國印度沒有的 印度以前的授記是怎樣的呢 就是將佛祖穿的衣服 那件袈裟就叫做衣 以及他吃飯的那個叫做撥 所以衣撥就是這樣 好了 你怎麼證明 就將我的衣服和那個撥 除了出來 交給這個受法的徒弟 這個徒弟將來出去講經的時候 我就是佛祖的徒弟了 的傳徒弟了 別人問你 你講啊 你自行測風啊 怎麼證明啊 他就拿了衣撥 這件就是釋迦茂尼 親手交給我的衣撥 所以剛才我們見過有一張照 那張照片是穿紫衣的 它就是衣撥 那件是皇帝賜的 是皇室賜的 是賜給這間寺院的主持 歷到世代相傳的 我怎麼證明我是有這個身份啊 就是因為我現在身上能夠拿出這個衣 和撥 說明了我是正正式式 是由那條線直下來的 我們就是來自這間寺院 我就是這個主持 因為這件事只有主持 就是你不明白 就是全家之寶 是吧 教女兒的時候 哎呀 你這個呢 祖先拿下來的那塊玉佩 交給你了 一代一代就是 憑記 那個憑記就是衣撥 在印度 但是來到中國之後 就加了這件事 這卷東西 其實最重要是這卷東西 現在反過來 因為這件事才是憑證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傳法 就只是傳一個人而已 就差一頓猛的 你看過六祖彈經都知道了 是吧 六祖為什麼要走來呢 就是因為爭 衣撥只得一件 那所以 就爭了 徒弟可以有一千幾百個 但是衣撥只有一個 所以誰能夠拿著衣撥 就是他是繼承人 不是啊 他搶的 搶也好 因為人們不懂分 你是搶還是什麼 只是算誰拿著的 是吧 於是 後來呢 有趣了 這些是歷史 這些是近現代的歷史 他傳給幾個人 傳給幾個人 因為我是為了弘揚佛法 這個就叫做法卷 是我們中國特有的 日本都有 但是日本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日本有一個制度 這卷東西就是師父 因為很多時候師父和徒弟 很多東西都關門了 就是我們現在關門 我告訴你誰知道 那你到底是不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不是要弄捲東西給他 你拿得出 咦 師父簽了名 吸了印 不能假的 幾年幾月傳了個名字給我 將我們歷代 你看到這裡很長的 這裡 你雖然看不到這些字 你看到這裡很長 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裡是說 歷代由第一代一路數下來 一路數到他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數了 第一代是誰 第二代是誰 第三代 我們數到他 他原來是第46代 現在交給你這三個了 你們是47代 就將整個源流寫進去 以説以證明這個人的而且確 是繼承了一個宗譜裡面 嘩 這個就是傳法 這個儀式就是傳法的典禮 那什麼叫傳座呢 傳座就是將寺院的繼承權 交給你 就叫傳座 傳法就是指我一個宗派的身份 傳給你 所以我是 譬如舉例 我是這間寺院的主持 我也是這個宗派的掌門 那我就又有法 又有助 但是我現在下面有四個徒弟 我四個都傳給他 這就叫傳法 我現在授權 你四個都可以繼承我的教法 將來出去教人 你們現在也是一代宗師 你們有能力去教人 這叫傳法 傳座的意思就是 我是管理現在這個空間 將來我傳座只能夠傳一個 就是現在我退休或者我死了 我要離開了 我就將這一間寺院的管理權 交給你們其中一個 不可能是交給四個 那所以 其實 傳座的意思就是將那間寺院的主持之位交給誰 因為以前傳法呢 是只是傳給一個人 所以傳法就等於傳座 因為既然他有這個資格 他就自必然有這個資格管理這間寺院 但是後來因為人多的關係 就將他拆散 法和座是兩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搞到這麼複雜呢 就是因為近這百多年 就是我們將傳法和傳座拆散了 我同一時間可以收幾十個徒弟 可以傳法給幾十個徒弟 你如果再不明白呢 回到一個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傳座就是長子的孫 家族裏面要繼承家族的財產的人 一定是長子的孫 只有一個人而已 但是我可以生幾十個兒子 是不是我生幾十個兒子 個個都是我的兒子 那怎麼辦呢 那你們就自己出去搞 你去美國你去哪裡 你就自己處理 但是你也是我的兒子 在這個族譜裏面都會寫著你是我的兒子 但是你不能夠得到長子的孫的權益 存在也是這樣 我將最大的權益是交給 座的那個 那當然也有些情況就是 原來管理這間寺院的那個人 他沒有傳法給他的 就是他只是這裡的CEO 但是在宗教上原來他是沒有的 把他拆散了 所以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不過大家一般來說 你又不是 第一你不是和尚 也都沒有這些產權的問題 所以你不會這麼仔細去理解他的問題 其實不是 現在為什麼經常都在 新聞裡面有這麼多的 那些寺院增產等等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這裡出了問題 傳法與傳座 再加上現代法律的問題 等等等等 這些這樣的原因 這些因素搞到就很複雜了 但是這張東西還有一個問題 很少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殖的時候拿去燒 戒碟也拿去燒 這張東西也拿去燒 所以你找一個博物館來看 很少是有傳法的法卷給你看 就是因為以前大家習慣拿去燒 燒就沒有了 沒得證明 現在就明白了 所以是不是都先掃了 現在就聰明了 不要理那麼多 是不是都先掃了 為什麼呢 就是燒了也好 有個副本看看 是不是 這個也是傳法卷 它不是這樣的 它是一卷很長的 只不過因為 尺寸的關係 我們將它 就是斬開三楷的意思 你看到 你看 嘩 從第一代 所以越長 就是你的 字數 背份越後 那你那個就抄餐猛 這堆東西一定要抄的 說說我們那個源流 從佛祖一路傳到下來 好了來到這裡 那就說明了我們整個宗派的源流 接著來到 好了 現在就成為了 傳到這個 那裡有說的 最尾那句 傳到這個 南岳大師 馬祖大師 接著就傳傳傳傳到來 現在成為林濟宗了 開派了 開派第一個 祖師是哪位 接著第二個 一路數 數到來這裡 四十多了 去到這裏四十五 四十五 這個 然後再多少 四十三 這個四十三 這個四十四 這個四十三 四十四 傳給這個 好了 來到這裏 現在傳給誰 第四十七世 現在傳給你 他就將你 寫入宗袍 他承認你是我們這個繼承人 然後給他一個名字 好了 剛才不是說過 出家一個名字 傳戒一個名字 好了 現在這裏 傳法一個名字 這裏 就是這幾句 月印 嘟嘟嘟嘟嘟嘟 觀XXX 因為它是蒙的 看得不清楚 歡XXX 疑XX 其實就是 月 觀 歡 而 這就是祂的名字 這就是祂的名字 他就是按照祂這四個 即是祂的四個字 四個字 跟祂作了一首 計 所以現在傳個法給你 這裏就寫了 現在將這個賦予你 予 那你應該就護持祂了 現在傳給你 林濟宗第四十七世 這裏 這裏 若信禪師 現在著日的傳人 現在由我傳給 月 觀 寬 兒 大師 為 林濟正宗第四十七世 由佛祖開始計算是八十六世 所以後來有這個名字 月 觀 歡 二 四個字 然後最重要是吸印 就是這裏吸幾個印 寫了 誰寫的 就是他的師父 然後吸印 承認他 這個法卷是交給徒弟 但是在這個字院裏面 一定有那個中譜的紀錄 他就將它 就好像逐譜那樣 將個名字寫進去 這個就叫做傳法 看看這個 舊時候 這是現代的 這是現代的 一樣 傳林濟正宗第四十七世 傳給誰 三門 佛可和尚 佛可傳給他徒弟 這個是佛可傳給他徒弟 所以這裏講得明白 誰傳 就是佛可傳給他徒弟 是林濟正宗 他是四十七世 那他的徒弟就是四十八世 那這裏 寫了 前面還有一大堆很長的東西 那麼吸引印 然後 最重要還有這一段 今章林濟正宗發墨 四十八字 他就用來排字背 排字背 你看看這裏 這個窗字 佛可發師的名字 他那個傳法的名字就叫做窗印 佛可是他自己出來社會用的就叫做佛可 佛可 窗印 就是他在林濟正宗裏面 第四十七世 就是用過窗字 第四十八世 就用過龍 就用另外一個字 那為什麼呢 你看這裏就知道了 林濟正宗原來有首詩的 這個叫做自派詩 就是由創佛由開始計 這首詩是 智慧清淨 道德元明 真如勝海 直照普通 深圓廣俗 本國昌隆 能人聖果 常演寬宏 現在的意思就是 佛可和尚 他就是個窗字 他是個窗字 所以他的名字 他本來叫做印哉 他出家的時候 他的名字叫做印哉 所以因為他接了第四十七世 林濟正宗四十七世的佛墨 所以在宗譜上 他排序就是排過窗字 所以他印哉 就是窗印 就是這樣來的 他保留他出家的時候的名字 所以他叫做窗印 窗印就是他四十七世的身份 他就佛可 他的徒弟 他的名字一定是個龍字 他的徒弟的名字就是 如果他是接林濟東帝四十八世的話 那他就一定是個龍字 這個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為什麼要寫給他 因為到時候 他的徒弟要再收徒弟是怎樣的 那他的徒弟 現在我說四十八世要傳給第四十九世 他又要寫一份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那他的徒弟一定是能什麼了 他的名字一定是個龍字 所以他一定要寫上這個字派的 這首給他 不然他會怎樣計算下去 所以如果你是林濟東的徒弟 你一聽到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你就知道他是窗字背的 你知道他是窗字背 你就知道誰是師叔 誰是師侄 就是大家的背份 就是用這個去這樣排的 所以這個法卷也是重要的 相當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怎樣證明呢 當然啦 去到現代來說 老實說沒有都沒有所謂 因為現在你也是拿 你拿個博士學位比起 拿起一個更加重要的 老實說這張東西 是師父給你的 沒有認受性的 以前不同的 古代 但是你現代來講 你拿著這張東西 你試試去報博士 看看香港大學收不收 是沒有人載你的 因為這張東西 因為這是師父給你的 是沒有認受性的 所以現在當然沒有以前那麼重要